身體還是比較準確 會找到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就第一次看服務門診 然後試了多久才成功 大概半年多 做了三次 這半年就覺得很煎熬 超煎熬的 因為我沒有第一次就成功 因為一開始不知道來做這個怎麼行 我也是想說 來試試看這樣子 第一次沒有成功才發現 原來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會覺得說 身法很多朋友在做嘛 那做很多次也都是有 然後也是很多人都有成員 所以我想說那給自己一個機會 然後結果到第三次 第三次成功 那最後你自己想想想想 這麼感動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年輕人大 高齡產婦嘛 我40歲 然後本來就是會覺得說 不容易有小台這樣子 那因為很感謝醫院就是 讓我實現這個願望這樣子 對 因為本來想說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就要放棄了 對 原本有 原本覺得說 蠻幸福的放棄 但是後來成功就是 很開心 你沒有幫寶寶取個什麼小迷 都會怎麼跟他拍照啊 都叫到什麼 我現在暫時叫小珠寶 因為 小珠寶 對 暫時叫小珠寶 對 然後我常常回台中嘛 那所以就知道有這個醫院 朋友有介紹這樣子 對 所以就想說 好啊 那就來試試看吧 你到底有沒有計算過 你到底打個幾陣 你到底有沒有計算過 你到底打個幾陣 一定超過100隻 對 一定上百整 對 打到陸皮都黑青 中間 中間因為試過三次 一定有那個 失望灰心的時候 是怎麼熬過來的 對 喔真的 就是沒有成功的 只有很難過 對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還不想要再繼續一次 就是 還好醫 這個醫生還蠻會安慰人的 哈哈哈哈 都說你下次應該會成功喔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再給自己個機會這樣子 因為想說 都已經這麼辛苦了 都已經打那麼多針了 感覺好像 好像還是要讓自己 有成功 不然這些針都百達了 對 最近覺得遇到了一些 超重要 對 就是有緣分 遇到好的情緣 可是你算幸運三次 我們以前是寫過三次 有沒有打算要生幾胎 呃我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想是先把第一胎生出來 然後 可能如果 欸還不錯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有沒有要鼓勵一些 跟你一樣 面臨就是說 結婚了一陣子 然後怎麼樣都沒有消息的人 要怎麼鼓勵他們 呃其實我覺得 呃來醫院做檢查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像我以前就不懂嘛 結了婚四年 然後自己也不知道 為什麼都沒有懷孕啊 然後就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去拜拜啊 還是應該去問什麼 什麼的方法 但我覺得其實 找到正確的方法 其實會讓我們更有效力 去解除自己這個 博育者的文字啊 對 真的會的問題 真的會的問題